比亚迪很尊重特斯拉,我们也很佩服特斯拉 我们现在跟英龙马斯克也是好朋友 因为我们马上也准备给他供电池 在汽车圈里,比亚迪和特斯拉向来都是死对头 表面上看互不相往来,也没有相关的合作事宜 但私底下两家车企在技术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 甚至都想要将对方在中国市场彻底击垮 可就是这样两家新能源汽车巨头 却在最近传出了要合作的消息 就在6月8日,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 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连玉波在节目采访时表示 比亚迪尊重特斯拉,与马斯克也是好朋友 并且且透露,比亚迪将会为特斯拉提供电池产品 特斯拉也是学习的榜样 看来这两家车企也是有合作意向的 其实他们要合作的消息传来已久 之前就有消息称,特斯拉要与比亚迪合作 将采用比亚迪电池产品 只是这些消息并没有被证实 而这次连玉波在节目中首次公开表示 将向特斯拉提供刀片电池 于是网络上各大媒体都跟风报道了此事 比亚迪提供刀片电池的消息被广而告知 但这次事件热度刚起 仅仅过了24小时 特斯拉就给出了回应 特斯拉内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又来烦恼 看近看 眼睛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